我的哥哥是被我妈妈捡来的 由于我妈妈没有钱养我们 就把我们丢在了马路边 孩子对不起了 希望有好些人把你们捡去 这里怎么有两个孩子啊 要不把他们捡回去吧 我们到了他的家 他对我们非常好 不仅我们就上了幼儿园 妈妈我们去上学了 好 老师我们来了 快进来快上课了哟 好的 小朋友们我们今天来学画画 哇这是谁画的呀真好看 我这幅画也很好看 小朋友们放学了快回家吧 好 我们考上了同一所大学 他也成了学校的校草 顾哥哥 你是我的 不顾哥哥是我的 明明是我的 明明是我的 不对 顾哥哥是我的 不要说了 我都不喜欢你们 顾哥哥 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9494 站住 干嘛 有屁块放 有话快说 没什么 那你叫我干嘛 他们看见我们有说有笑 心里十分的嫉妒 他是谁呀 顾哥哥 为什么要和他说话 同学们下课了 自己去玩吧 我回宿舍了 等等我 我也要回去 我好像对他心动了 要不毕业 就向他表白吧 反正 他也不是我的亲妹妹 我好像对他心动了 毕业就向他表白吧 反正 他也不是我亲哥 不久 我们就毕业了 你跟我来一下 好 就是那个 我有事要跟你说 我也有事要跟你说 你先说吧 不 你先说 我喜欢你 原来你也喜欢我呀 我们回去告诉妈吧 让他过几天 给我们举行婚礼 好 孩子们回来了呀 妈 我和哥在一起了 你们是兄妹 怎么能在一起呢 可是我和他 不是亲兄妹呀 可是我捡到你们的时候 你们两个是放在一起的 我哥是我妈妈捡来的 所以不算兄妹 那好下个周 给你们举行婚礼 很快我们就举行了婚礼 你愿意加给他吗 我愿意 请新郎把手中的戒指给新娘 好 之后我们就幸福地在一起了 我愿意加给你